气象时间我们要请教宣统的是 这封面好不容易是大家天气稍微缓解了一些 但是接下来是不是有热带低压生成 对我们有影响吗 好 谢谢作恒 这个热带低压TD20呢 在今天中午的时候 日本气象天已经把它升格为 今年的第16号台风西马龙 而预计在台湾的气象署在下一报 也会把它调升为台风 但是我们看到这云图 你可以看到日本气象天的路径 其实对于台湾是没有直接影响的 因为它是会往日本的方向去 而台湾你需要特别关注的 就是在台湾东侧的这个低压云促 未来东北风下来之后 它会不断地在这里积蓄它的能量 不排除在礼拜六 礼拜日的时候 有机会升格为台风 而至于它会不会往台湾的方向来靠近 我们来看不同的模式是怎么看的 以欧洲模式来说 传统模式认为相对会比较靠近台湾 当然对于台湾的影响 尤其北台湾是最大的 而在AI模式则是在靠近台湾之后 会出现一个偏转 但无论是传统还是AI都要特别注意 因为这时候刚好大陆高压出来 所以吹的是一个东北风 会产生类似共伴效应的状况 所以倒是雨可能下的时间会比较长一点点 雨量也会来的比较多 再来看到的是美国模式 同样在礼拜六礼拜日的时候 有机会会升格为台风 而当它升格为台风之后 是为直接往台湾的方向来靠近 所以同样的要留意的是 这一个台风到底未来会不会生成 目前关键时间就落在礼拜六 礼拜六如果升格为台风之后 我们会且走且看 为大家来追踪最新的台风动态 先来看到的是今天的降雨状况 你可以看到今天吹的都是一个东北风 所以主要的降雨热区是在北部地区 以及在东半部地区 而在中南部地区今天的降雨 主要还是午后热对流带来的午后震雨 而在未来几个小时要特别注意的 就是在晚上的时候 中南部地区的雨势就会散了 因为这时候热对流也不明显 但是北部地区的雨还是持续有 因为东北风持续的灌下来 再来看到的是未来几天的降雨状况 在礼拜四礼拜五 北部地区尤其北海岸 以及在东半部地区要注意有较大雨势 甚至不排除会来到局部大雨的等级 而中南部地区雨不是不会下 会下但是比较靠近在山区的午后震雨 而到了礼拜六到礼拜日 尤其在礼拜六的这一天要特别注意 东北风灌下来 在中南部地区在嘉义以南的午后热对流 相对是比较明显一点点的 不排除会有较大雨势 到局部大雨等级以上的降雨 而在北部地区 北海岸大台北以及东半部地区 也要注意雨也会来的比较多 但是要特别关注的 海风真的生成的话 到时候会相对比较靠近台湾 而在整个靠近台湾的东半部地区 雨是当然是最明显的 其次是在北部地区 最后才是在西南部地区 这里的雨相对会比较缓和一点点 但是呢现在不确定性都还很多 尤其欧美模式它的路径 还在不断的调整当中 我们都会持续的追踪 做很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